确实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会给一个城市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对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下 有关奥克兰的高昂房价方面的资讯 媒体炒作或许是奥克兰地区 房屋价格非常的重要原因 巴弗奈·汤森公司的总经理 皮特就认为 居民需要付出高昂的价格 才能在郊区买上一套房子 是因为他们在媒体或者报纸上 受到了影响 觉得这才是他们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汤森先生说 很多人买房子 买的是一个家或者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这样的买房想法 也推高了房子的实际价格 因此他建议 对于第一次置业的购房者们来说 期待应该更加理性和现实